我这大哥平时看着挺正经 没想到也如此猴急啊 小姐 这可不能胡说 公子这是正经事 宝您拜见姨母 公子夫人 老妇 失礼了 姨母 您就不必多礼了 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顺便 这顺便来找找 丢了的小猫 你说谁是小猫 谁出来谁就是小猫呀 嫂嫂 东东 你说你这一走 我在家里都没有一个 说听些话的人了 我的好嫂嫂 这李家爷就只有你是 真心挂念我了 你这话说的 父亲母亲也挂念你 嘴上不说而已 挂念我我也不回去 我这好不容易逃出来 行 正好我和你嫂嫂也打算在这儿住几天 顺便看看姨母 别在这儿说了 快进去吧 走吧 走吧 来 瞎说的 哥 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这刚来你就赶我走 这个地方如此惬意 姨母正带着宝宁去药地里逛着呢 有什么可逛的 药地都慌了 这以前药材丰富的时候 姨母没事总导过配药 还研究出不少疑难杂症的好药方呢 可惜了 可惜了 我怎么把姨母的平方给忘了 夫人请坐 来 把它喝了 这是什么 我听公子都说了 说夫人自小就体弱 再加上此前的余毒未彻底清除 耽误了你们不少正事 我这大哥平时看着挺正经 没想到也如此猴急啊 小姐 这可不能胡说 公子这是正经事 来 我喝 嫂嫂你慢一点 是啊夫人 这事可急不得 我已经按方给你配好了药 每日一晚一个月见相 姨母 我听东东说 你这药庄以前种了不少药材 你有没有想过再种起来 这可是我老婆子的这些年的心病啊 我现在哪种得动啊 县下外面呢 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 要是邀请他们来这帮您种地 然后呢 以劳力换取吃住 您可愿意 这 可是等灾情过去了 他们还会留在这儿吗 如果是复工前 我娘那儿肯定过不去 所以咱们得做一笔长久的买卖嘛 愿意留下来的人呢 到时候 就都是这药庄的东家 夫人的意思是 夫人的意思是 等地里的药材都长出来了 可以试着供给药商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足以让这个药庄重新活起来了 对啊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人人都有钱赚啊 还都是东家 知我者 莫若夫君跟东东是也 事不宜迟 我这就学招人 我们家东智啊 谁也拿他没办法 我们家东智啊 谁也拿他没办法